那么这个《经》也是中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这个《继续的听》必得要把前面的经文稍微温习一下 那么这一段是从发音字引也就是从二十四针与四子座这个地方起 那么我们上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能把这一个大段落讲完 只讲到林牧赤照解言发音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先把经文念一念 世主大众得未曾有一切朴获金刚三昧 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借着前面来的 观世音菩萨将他自己修学的发明 这个声音音量没有啊 很小啊 音量太小了 这一套机器比不上我们的旧机器 我们的旧机器声音很洪亮 那么菩萨自己叙述他修行成就的 这个这一段经文之后 当然也是提供给我们呢 做参考 也是为我们做一个修行的榜样 特别是观世音菩萨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缘分 特别的神 真正可以说得上 是家家观世音 念观世音菩萨的人这么多 为什么不能够成就观世音菩萨 这个音量就好了 可见的你是不愿意把我声音把它放大 故意来找麻烦 你们自己将来到外面讲的 也会没有声音的 会有果报 所以事实 我们爱护别人爱护道场 的确是爱护自己 是帮助自己 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深深地体会到 不给别人方便的 的确就是给自己处处不方便 将来自己在修行道路上处处都是张爱的 所以你张爱从哪里来自作自受啊 又不是别人 别人故意刁难 不是提英国报应 一银一卓 莫非有签定 我们要想自己涂体道场一帆风生 就不要自己在制造障碍 就不要自己在制造障碍 从其五体统明方曝光 五体就是五根 因为一根在内看不见 在外面点就是五根 言而逼谁身 五根方光 那么换句话 全体方法 这个就是代表明通方法 圆灌柱菩萨顶 这时表夜夜远通 皆是欧无上大破顶八 像经题里面所说 如来密音 苦无撒修舍的万恨 释迦牟尼佛这样表现了 释迦牟尼佛这样表现了 释放如来也有回馈 第一祝如来也有五体同放曝光 那么这个是祝佛如来的回馈 这个是代表的佛佛道同 佛佛道同 佛佛道同 那么来灌佛顶 以及灌住菩萨顶 这个是表应骨一致 在论言会上 是以二十五位菩萨 代表菩萨修学的一些行门 所以是六度万恨 那么这个二十五在前面也曾经跟祝佛说过 它是八万四千发门的当礼 无量的行门 不外乎 六根 六臣 六十七大 所以十八界加七大呢 这就是二十五 这个二十五门呢 这个八门呢 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是这么来的 那么它就代表了所有的行门了 这个二十五位 这个二十五位 我们在经里面看得很清楚 每一位菩萨说他自己修正的都是第一 没有第二 八万一块 八万四千发门 门门都是第一 从来没有第二 为什么呢 每一门呢 都能够语言成佛道 语言门成佛道 那么既然门门都第一了 为什么我们特别要选观世音菩萨 选这个方法 那就是说 观音菩萨的更新 与我们很接近 这个俗婆世界的众生呢 在六根上来说呢 确实二根对 我们往往看东西看不清楚 是听能听的神 所以 祝福菩萨在我们俗婆世界度众生的方式 就是以音神为教题 所以讲经说法 以这个方式为狗要接引大众的方法 那么听 实在讲呢 要会听 不会听的呢 听了一辈子 不开悟 会听的人呢 一句两句 他就开悟 不开悟 这个问题 我们在讲习当中啊 也跟诸位啊 谈过很多次 不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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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把真正恶药的东西 给我们指点出来 可是 如果我们自己 善根复得要不居足 动然 祝福菩萨来给我们说法 也是我让 自己没有善根 没有复得 那么我跟诸位说这个话 句句都是实话 你们在过去身中 清净了 无数的祝福如来 你们没开悟 不要以为 哎呀我曾经清醒过佛 祝福如来 我怎么还没开悟 你们想想 释迦摩尼佛当年祝福 祝福祀的时候 听他想记得有多少 几个开悟了 六祖大祀在朝夕三十七年 平津的人中几万人 开悟的四十三个 为什么不开悟呢 善根复得或居足啊 因缘自足了 善根复得 不自足 这个是悟空奈活的事情 祝福福祂 希望你开悟 没有法子影响 所以 所以 佛在一切经典里面 劝勉我们 要修极善根 要修极福德 而我们众生 只需要想福 不知道修 佛报想尽了 再到三途去 去受罪去 搞得这一套 将佛祖的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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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当作而变故 这是我们 所以不能成就的 这是根本原因的 根本原因 善根与佛德 我们在讲堂里 常常讲 为什么常讲呢 时时刻刻提醒诸位 我讲的很简单 很清楚 什么叫善根呢 性是善根 解是善根 我们对佛菩萨 信不信呢 说老实话 不信 不要以为你现在出家了 你天天早晚工作都不去 你不信 这个幸福好难啊 口头上说的心 那个不是心 那个不算素的 心 首先跟你讲的这个六道轮回因果报应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善有善报 我有卧报 你要信了 你就不敢做坏事 你想到我造的卧异 将来要是卧报 你看这一个信的作用多大 还做坏事 还大妄念那么坏事 根本不信吧 所以这个字难啊 所以这个字难啊 不要把这个字看容易了 信了以后啊 才会结啊 你们进去听经 常常在这听经 对经的意思不了解 你们记的那些东西都是腿毛 真正重要的东西一个字也没记上 不记 为什么不结呢 因为你不信 如果你要是信心具足 你信心不一样 就不想到 更不能可大物啊 有小物 所以你不能够理解 就是因为你不信 那么你那个修行 怎么不是盲修下列 这是你呢 是的 多少 corresponds 是 GB 是 加生 你 踏荒世界祝佛,来放光标华,给我们证明,观世音菩萨修行,是值得赞叹。 年同前面二十四位,每一位菩萨,每一个发门,都值得赞叹。 后面这一句,这是讲六成读说法,灵目迟早,戒阴发阴,如果注意知足了性节,六成说法,不仅说,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六成说法。 华藏世界,六成说法,我们眼前六成又活长,不说法呢? 只是你不信不解,如果知足信解,眼前六根,戒阻六成,六成,无由一成,不说法。 无实无处,不说法。 就在眼前,可惜你见不到啊,你得不到受用啊。 具足信解的人,他见到,他得到受用。 是识识大众,代为分手。 这个余晖的大众,具足信解。 这句话,是信任容开悟。 这一开悟啊,就进行。 所以发喜充满,代为分手。 一切,一切就是指大众。 这一切大众, 辽获惑, 辽获金刚, 达金刚, 达味。 那,那。 这个年轻呢,就是他的, 辅辱,也就是我们讲的, 他真的的。 他得到, 金刚,达味。 那么,他悟什么? 经前面讲的清清楚 十八戒七大戒如来当妙真如信 我刚才讲的 我们现在无时无处六成不说法 这个话不假了 十八戒七大戒如来当妙真如信 那怎么不说法 我们是有眼不接 有耳不闻 有眼不信 因为你不信 所以才不接 明天我们提讲花言音 这一次讲花言 从头讲题 讲的方式 采取的选讲 就像我们从前在此地讲大制度论一样 我们一次讲一卷 那么八十花言跟四十花言 和起来除掉重复的部分 是九十九卷 九十九卷加上前面 这个卷首有一个轮贯 轮贯就等于玄义一样 我们把它和进去 就是一卷 我们一卷次 讲讲大 当然不能像我们讲堂的讲经 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细细 给主席说 不是这个讲法 这一卷里面 有拿极其重要的经文 什么叫重要呢 针对我们的毛病的 就是重要的 我们现在害的是什么病 这个药正治我的病 对我就最重要 是以这个方式来选择的 所以 这个重要两个字 是因人而异 你说那个药店 那个药 哪个药重要 你害的是胃病 那个治胃对你最重要 那个治肺病对你不重要 那你没有病吗 没有肺病吗 你就不要他的 那个肺病的治胃病 对他最重要 那害胃病的药 他不重要 佛法也是个事 一部华严经 里面包含了 一切法门 我们要在这个 每一卷里头选择 针对我们现前 毛病的那些经文 提出来 给主委讲解 不是一句一句 来跟大家细说 所以 我们这一次 讲这个华言 是华言间选择 从里头选择 选择 选择这个经文 全是讲经文 可是选 一词一卷 这个机会 也是非常的难得 要为完完整整的 讲一部经 我们的华言间 从民国六十年 讲起 今年七十二年 整整讲了十二年 才讲一半多一点 像这样的进度 讲下去 那还要十二年 所以大家听了怎么样 听了不耐烦 没有这个 持续的力量 这个是末法时期 不可奈何的 方式 古时候 这些心 都是在丛林寺院里面 讲 一个寺院里面 至少也祝其本人 一个人 两个人 一个寺庙 在古时候 没听说过的 没听说过的 念古蒙棚 都没听说过 你们看看什么 看看 孙允老后人念谱 你去看看 他老人家的念谱 那还是最近的 民国初年的 大陆看这个 茅棚 茅棚最少 也有十几个人 多的时候 有三四十个人 茅棚也有那么多人 一个寺院的时候 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大的寺院 有几千人 你看我们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谈经里面 所看到的 五足道场 就一千多人 六足大祟道场 差不多有三千人 那叫道场 所以他讲经 他天天讲 一天讲八个钟点 每一天继续的讲 一年讲一步 所以清凉大师在世的时候 花眼睛讲了五十遍 我想一年讲一遍 讲五十遍 他在那个 四遍 这个住十年 他就听十遍 住二十年 他就听二十遍 所以他有什么 清凉大师不必说了 他讲都讲了五十遍 你想一想 他这个里面的 一离 修行的方法 定界 他熟透了 这个才能办到 解了以后 才能修行 净土发门 虽然是讲了 这个心行 后解 这个观念都错了 如果是只有行 不必解 那更错了 你们看看 香味浓修 说的清干净讲一句 念佛话门 是结于行 同时变经的 其他的话门 是先解后解 念佛话门 是解情同时 不是说不要解 不解 我昨天跟大家讲的 所以你们现在自己要好好的想想 好好的反省 反省 我们二六十中 是不是在那里 正常无名 正常邪见 如果二六十中 正常无名 正常邪见 这就不得了 这就不得了 笔顶不落 笔顶不落 功夫要上轨道的人 每一天二六十中 常生智慧 常鲁三昧 这个就是功夫得到什么 这是这真经经 像此地讲的 这一切大众 图获金刚三位 金刚是比喻 最坚固的三位 三位是定 是禅定 那么什么叫做定 什么叫做禅 六读大字的禅经里面 跟我们讲的亲切之处 不执着一切相 就叫做禅 一切境界里 如如不动 就叫做定 这六读大字说 这 永恒不变 那叫金刚三位 直定不变 决定不退转 这是金刚三位 所以不是讲的 这个修行 不是讲什么境界 不接触 不是的 现在同志五十三餐 虽然没讲完 也讲了一大半 那五十三餐 修什么呢 就是修禅定 就是修的金刚三位 什么境界 他接触 不是不接触 接触理念怎么样呢 就是金刚经的两句话 那就是禅定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不取余相 是禅 如如不动 是定 六读大师 那个教授 做禅 那一章 就是金刚经的两句话 等于说是 金刚经的两句经文的读解 所以你修行修什么 六根界 做六成经经 顺境也好 地形也好 不着相 不取相 在这个里面 练不动心 先才一起分别 就做学籍 如果没有分别 一切无知 外面境界 谁按我是非 都不晓得 那多了无名 境界又清楚 清楚又不执着 这叫禅定啊 换句话说 一切事 比什么人都清楚 我跟你们讲过 不但眼前的事情 清楚 过去的事情 清楚 未来的事情 也清楚 没有一种事情不清楚 了了分明 这就叫正常智慧 虽然清楚 在这个境界里 绝不起一点 绝不起一点分别 像镜子 照外面境界一样 照得清清楚楚 镜子有没有分别 有没有执着 照得清清楚楚的 那就是智慧 不起一个分别执着 那就是肯定 这叫定慧 这叫一心 三味啊 所以我们在此地看到 人家听见 就能够信解 就能够误辱 在未曾游信解 或金刚三味误辱 所以看经的时候 看了这下 他怎么修 我为什么不会 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反省 在这个地方减点 才能笑一张 才有个门路可如啊 再看底下一段 即使 见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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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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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